家里鸭 有啦 好吃 太好吃了 嗯 借我一下 哎呀 昨天就订好了今天 公道要吃的鸭肝和鸽肝 咱们出去吃饭去 不是在家吃吗 不是在家吃 因为在琼海有名之一的 就是公道饭 这公道饭指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我的理解就是 这个公道的意思是 价格亲民接地气 这个叫公道 我不知道理解对不对 公道自在人心 其实这是一个多人臭粪 分而实质的一个习俗流传下来的 包括鸡鸭鹅 还有其内障 都可以吃 而且我们现在在的位置是 家鸡镇 家鸡镇最有名的是什么 鸭子 家鸡鸭嘛 你的意思就是说 公道饭是在琼海当地比较有名 当地人都爱吃的 对 那也不是什么酒店 大高级饭 就是比较接地气的一个饭馆 是吧 我觉得在吃的这方面 你应该逼我 逼我 我觉得就是央火器 比较浓郁的饭馆 我没吃过 然后按我妈 我爸意思在家吃健康 是吧 走 这下班雨啊 这空气就好了 容宝 咱们吃什么 容宝也吃什么 知道吗 我发现了几个 她一生气 她那眉毛为什么变红啊 你生气 你变红吗 我眉毛不变红 眼睛会变红 小孩们都这样 现在观察呢 打个车离这四公里 我发现跟你一块出来 我特别省心 什么都不用我 就当个杀手掌柜的 我就喜欢这样的生活 关键是我不懂 你学着点行吗 不用 有你呢 我不用学 你要有一天没有我了呢 这一个家是否崇拜 主要看有没有一个好女 这是我说的心里话 我看大家说这家也很好吃 下次来尝一下 刚才看来我说的都没错 就是小巷子里 比较接地气 腌口气比较浓 是啊 这不我们吃的日日鲜吗 他家的鸭肝鸭肝要提前订 要不吃不到 要哪个咱们三媳妇 家鸡鸭 温泉鹅 文昌鸡 三个鸡鸭鹅能拼一件吗 我们看看都想尝试一下 可以 我发现了 来这店里吃的都是本地人 你三个说的一句话 我都懂不懂 店员说话我也挺通用 爱吃这种还是爱吃那种 大饭管的 绝对是这种 这才叫接近一家的本地人 爱吃的店 不会黑 炒得挺快的 就是清淡为主 这个是鹅 鹅肝 这个是鸭 鸭血 这都现做的 这个跟烧腊完全不一样 这个就是清煮的 我来点这辣的量 蘸亮 再要点别的菜 又要什么 哎炒了 糖醋鱼 酸菜炒肠仔 然后还有韭菜鸭血 地道地道 要的真地道 这米饭怎么又有鹅汤的味道 鸭汤的味道 对啊 这个他们当地人叫卑贡 卑贡什么 就是他有两种米饭 一个就是纯的米饭 一个就是这种汤 那这好吃 对 对 然后配着当地的菜 来个家鸡鸭 蘸的小鸭 那吃起来一个地道 太好吃 烧辣就是烤的 香味油腻一些 这个比较清淡 真的媳妇 要是没有你 我绝对不一样 来个鹅肝尝尝 蘸亮 细沙细沙的 而且不腌子 真好吃 乖哥哥你昨天定了 咱们来提前定是不是 猪肠和炒酸菜 好吃 当地特色 你以前来没吃过 没吃过 没吃过 我跟你说 我跟着你来这儿能吃这儿的饭 要不够麻烦 觉得不乱一点 真的 所以说这个 老年人跟年轻人在这儿 我还是有代价的 以后在这儿要了一个唐醋鱼 这鱼各头好像很大 多少钱钱啊这鱼 四十五 哇 这这这这这这这 来来来来吃点 嗯 波罗的香香味很浓 本来就是波罗西红柿尖椒 绝了 这还要享受生活呢 人家海淇这河鱼啊 这是罗北鱼 这没有土鱼味 还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太好吃了 爱吃哪个 我还是爱吃鱼干 我爱吃鱼干 我爱吃鱼干 一样 鱼干干 这鱼干是吧 就是吃足了 完事了 一个月来一次 嗯 你总得来体验一下吧 软面软面 favorites 真高兴 真高兴 嗯 啊 好了 算了 不算是等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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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玩的 啊 好玩啊 又自己学技能 刚接完仗 咱菜一样药有点多了 没吃点吧 咱花了215块钱 一个肠子 一个脚鸭筋 才30多块钱 鸭肉加鸭肉贵一点 估计得1215 这个都要样出来了 酒都饭不饭 回到家就开始吃饭 你知道你为什么这么着急吗 吃饭这个急着 你别说这个 吃完饭回来还不睡觉 咬牙汤咬 我要吃饭 嫩 哎呦 儿子 现在离不开妈妈了 你亲我 哎笑 哎臭儿子 回来要睡觉了 妈好吧 妈跟妈搂睡觉 妈对你好 爸对你好 你说都好 妈妈是我的善 妈妈是我的孩 哎呀 亲妈妈一口 母子情深 亲我一口 哎呀 行不咬就行 你也亲爸一口 亲爸一口 一家三口很幸福